大家好,今次分享一個泰式肉碎飯 這是一個很經典的泰國菜,亦都能呈現泰國的味道 除了香辣的肉碎,還有一隻翠邊的太陽蛋 片尾會示範如何做 做這個泰式肉碎飯,第一步就是煮白飯 我也是用電飯煮,所以沒怎樣特別去拍 然後就醃這些豬肉 用了魚露,老抽,蠔油,糖,胡椒粉 老抽其實不加也可以,只是為了顏色更漂亮 那些份量就看畫面 我曾經問過一個泰國的朋友,他真的是一個泰國人 我就問他最代表泰國的五種飯是什麼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問一些外國的朋友關於吃的東西 他就二話不說,第一個飯他就選了這個 泰克拉 泰文的泰就是炒 泰克拉,即是炒泰國的粉 泰克拉,即是Holy Bezo,即是吃羅辣 現在畫面拍著這隻 因為泰國讀音的問題,所以有人就譯了這隻姓羅辣 也有另一個名字叫做甲泡葉 其實這個甲泡這兩個字是來自泰文的讀音 這些羅辣其實都有很多種的,樣子都有點像 你最好買的時候問清楚店員 這隻是否用來做泰式肉碎飯 因為不同的羅辣在味道上都是有些分別的 所以你想吃一個正宗的泰式肉碎飯 你就要找回這隻姓羅辣 不過這樣說,我自己都試過用了別的羅辣去炒這個泰式肉碎 出來的效果都是好吃的 在甲泡葉之後,現在處理這隻肉碎飯 是不是很像油蜜菜呢? 對,樣子有點像,但味道完全不同的 它是鵝梯 是一隻香葉 味道很像我很喜歡的一件東西,就是芫荽 所以它也是一個很令人愛恨分明的東西 你喜歡就很喜歡,不喜歡就不喜歡 你不喜歡就不要放了 說起芫荽,其實它有個正確讀音 芫荽不是讀芫荽,是讀芫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讀音 不過不要緊,語言是不斷進化的 你可能說芫荽是沒有人知道你說什麼的 所以我自己也是,會讀芫荽就算了 之後準備六至八條青豆,切碎它們 加了一些青豆,令到口感更豐富 加了一些植物的咬口,令到肉碎口感更加平衡 之後就切乾蔥蒜頭和紫天椒 在泰式肉碎飯上,乾蔥的地位是比蒜頭重要 所以我會拿得比較多乾蔥 至於紫天椒這些,你自己吃得辣的就放多些 吃不到辣的就放少些 但這個飯是辣的,完全不辣就差一點 所以就算不吃得辣,也建議你放少許辣 接著會用這隻米糠油就開始炒了 用了一個黑淚鑄鐵鍋,所以都是先下油 再開個中大火燒熱些油 我自己挺喜歡米糠油的香味 它香得來感覺好像甜甜的 當然你不會吃到甜味 但它炒出來的也挺香的 剛剛油夠熱,就可以放青豆去煎炒一分鐘 然後就拿上來備用 魚鍋鍋都已經很熱,可以調至中火 然後就爆香蒜頭乾蔥和紫天椒 我覺得不夠油,再加一點油 然後就可以加些免子豬肉 當它還絲滲高的狀態,就會黏諷 就 Campbell耐力呼吸收就好 鬆一鬆開,等它們先煎一下 到差不多,又會炒回它們 等它們又煎一陣,煎一下炒一下 你重複這件事 5分鐘左右,這些麵字豬肉就會熟了 而且你會看到,它熟的時候就會越來越散 就沒有開頭生的時候,粘在一起 炒了4分半鐘了,可以加一點泰國的乾辣椒粉 再增添它的辣度和刺激度 我自己本身很喜歡吃辣的,而且這隻泰式炒肉水 我覺得越辣越好吃 然後將炒過的青豆回鑊,炒勻它們 最後再將聖羅辣和鵝替加進去 炒多40秒左右,就完成了 我很喜歡這些味道,所以我整扎的聖羅辣都用光了 但如果你們覺得太濃的香葉味,你們可以分兩次的,放一半都可以 炒好了,先拿上鼻翁 然後還有一件事 就完成了,除非你炒焦了,就要清潔多一點 然後就加入米糠油 開中大火煮沸 油要加多一點,因為我想做一個脆邊的太陽蛋 一隻脆邊的太陽蛋也是這個肉碎飯的蒸水 油夠滾了,你就倒一隻蛋 你記住要油夠滾才好加一隻蛋,如果不是就黏底 看著它的脆邊形成,其實就很有滿足感 但就沒辦法了,要多點油才做到這個脆邊的效果 大家記得先安裝飯 你安裝飯在一隻碟上 你現在呢 雞蛋完成,就小心把雞蛋放上飯面 完全是沒有黏底的,兼且又有脆邊的 大家可以看一隻脆邊蛋之餘,其實就很乾淨 最後將你炒好的肉碎加在飯旁邊就完成了 我自己就再加了一些泰國的乾辣椒碎和青檸去半碟 半碟之餘,我都會拌勻他們吃 這裡在我泰國朋友心目中一個最泰國的飯就完成了 多謝這位泰國朋友,他就給了不少資訊和意見 最重要他就教我怎樣讀,雖然我未必讀得很好 這次分享差不多了,喜歡的請訂閱我的Youtube,按鈴鐺 還有讚好我的Facebook,或者追蹤我的IG和BB,多謝大家,bye bye